心血管疾病向來都是都市人的模型殺手 巴打台現特設免費檢測心血管硬度服務 可以有助及時發現心血管異常情況 能有效避免中風及心肌梗塞等多種恐怖疾病 有興趣參與的人士可於辦公時間內 親身到巴打台地址,九龍青山道654號浪圖大廈15樓A室 或者致電查詢熱線5537-9521 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2粒,進階食法每天8粒 通清能有效降低尿酸 抑制肝細胞內黃飄零的產生 幫助腎臟板尿酸排出體外 降低尿酸引致的痛症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好,回到第三節 我們又討論少少少美軍 他們的陸軍都終於有些新事 他們的陸軍希望一種新的續戰車輛 可以為步兵提供即時支援貨力 大家知道他們一向有些重型的戰車 例如M1A2 通常是M1A2或M2的步兵車 即是那部射擊輪胎炮 射擊輪胎炮 現在有一部輕盈 輕盈 輕盈坦克在美軍沒有了很久 自從越戰那部M51 全鋁組护坦克之後 152mm火砲那輛 全鋁組一著火就不太嚴重了 對,很輕的 一著火,鋁都燒得很厲害 但那部AC-130可以扔到街上 那部機器基本上 這麼輕嗎? 可以射導彈 如果鋁炮想射高爆彈 就射導彈 但越戰後已經沒有用 即是你見身那些用巨步霸 對,叫做M1的 全部都 但他現在過運 他一想要入500架 就在2025年部署 填補空間 我想因為這部機器 經常都是他不夠貨 但你要做M1就貴 有GAT的位置 即是他現在打算用C-17 都可以運兩部 C-17運兩部? 對,可以扔兩部 這部機器嗎? 這麼恐怖 C-17擺兩部? 對 真的 因為Defense Block那部 剛才Alex說過很多年都沒有 這類型的戰車 就剛才你說的M-51 這個GAT位 已經是越戰時候了 越戰時代 之後就全面退役了 因為打算起我們無敵火炮 全部用M-1A-29 然後用導彈 對,有導彈 有M-2母艦車都可以裝導彈 當時拖式 都可以反戰車 都不用用到這個 一個底盤好用 對,沒有好用 有快的 對,非常好用 所以非常好用 對 現在重出江湖 他們說的步兵去到敵方的境地 只要有這部機器 就可以守得好一輪 我想問題是 現在部署不到M-1A-2 因為太重 60噸一部 部署一不二 不是要運輸到 還有現在新一代的M-1A-2 UHD LHD 就開始割了 美金卡牌 就開始割了船奧 不可以直接運輸到 在燈籠艇上 真的是幾乎 所以現在要靠空中支援 空中補給 空中支援很厲害 所以所有東西都不只要經陸上運輸 現在要靠飛機 直升機 所以美金卡牌 就開始割了船奧 所以要做輕盈一點 更容易部署 可以做到更多的載具 所以這一身 就是為了調配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冷戰之後 戰鬥的強度 低了 大家的衝突的強度 不用每次找大隻佬說數 我找師爺說數都可以 但是師爺是周身對槍 這樣就足夠了 所以現在應該沒有那麼重火力 這個也是理大式的 不是輪式的車 105公里主炮 都按它 都足夠 105公里 普通的中靈車就足夠了 其實現在也不是說炮彈口徑 而是說炮彈 有什麼做 因為現在這些炮彈頭 全部都是有輔助動力的 炮彈頭 還有脫殼的穿甲 跟口徑沒有什麼大關係 它都是靠針 砍進去而已 所以幾大幾小都沒有 已經是傳統 即是一間廠做開就是這樣 即是傳統來的 歐洲的話 正在制作104公里 其實美軍人都不用動 我都炮彈夠強 我用到104公里 我用到102公里 所以就不用弄得那麼大 7.62公里的機槍 整部機器不過40噸 40噸 其實40噸都不算輕 但是以戰車來說就輕 其實蘇聯的戰車 主戰車都是40多噸 是嗎? 是嗎? 這麼輕的嗎? 所以整個40噸 中型戰車來說 其實就不算特別小的 但是它比跑式小的 是吧 小過法國或英國的挑戰者 挑戰者的性感很大 看起來很大 因為挑戰者只有6個輪 很大 6個輪 機動力還沒有差 那不是設計不同 接地輪6個輪 M1、炮飾、炮飾、炮飾 那些比較多接地輪 所以感覺上車比較小 看起來會比較好 所以接下來賣500架 變成每個步兵戰鬥裡有14架 500架不少 不少 賣給台灣 台灣可能有興趣 台灣來進入M1A2 我想這架看不上 現在網友在問究竟賣不賣 那我都不知道 我們回答不了你 首先我們是國防部長 我也回答不了你 因為國防部長也要看總統頭 總統頭也要看國會 現在有選舉 所以你哪個能賣 最慘的是現在選舉 一定不會賣給你的 一定是選了之後 看看誰做 如果姓韓那個做 就不能賣了 姓蔡那個做 還可以 現在看看誰做 就算那個姓什麼 那個醫生叫什麼 台北市長叫什麼 姓柯的 姓柯做也要看 看看日系人是鬼 究竟是正義聯盟的一個成員 還是邪惡俗心那邊的朋友 你也要看 所以大家不要賣關子 真的說不賣 另外一宗就是KC46 這個我們跟大家說過 Simon經常都含著這部 這個波音 KC46 這個叫加油機 KC就是運輸家加油 運輸家加油 應該主要是加油多 為什麼呢 因為KC 其實我也講了一些 加油機的設計 其實傳統的飛機 現在看到的那些 現在的民航機 其實機身裡面已經沒有油膚 全部油膚都放在機翼 因為現在的飛機很省油 我們已經做了 是 那些擺拍位很高 那些Table Fan引擎的 現在不用以前 整個機艙底都要放在 有可能不小 全擺機翼 然後機艙底 就擺個輪子 還有一些行李 就是小的貨倉 放在行李 還有做一些小的 放一些小的空運箱 中間就是坐人 大的飛機就是可能747 有半層的坐人 A380那些就是兩層的坐人 兩層坐人 對 那就是穀八部機的 但是現在KC135 或者KC46的設計是怎樣的呢 我機翼我照放油 我機艙底 就是原本放在小的機艙 我都照放油 所以可以裝成百噸油就是這樣 上面坐人的客戶可以放到其他物資 或者空運箱那些 甚至可以做醫院的 KC16可以 即時在商冰酒 即時在商冰酒 那奧比斯應該在上面 就幫人做出事 可能先進過奧比斯 先進過一題 必要時 上面的坐客戶倉 也可以加外置附加油箱 再多些油 不過很少這樣做 基本上也夠 但是你知道轟6要嗎 因為轟6不夠油 轟6本身只有30多噸 是的 30多噸 他真的要研究在裡面坐 但是問題是 載彈艙再買 都是多17噸油 比其他飛機 大概 所以基本上 都不夠10噸 加兩部機已經完了 所以你知不知道轟6 或者油6 是不算加油機的嗎 不算 在外國看起來 這些不是加油機的 不算 等於美軍那些 海軍那些 F-18加F-18 A-6加A-6 那又沒有這麼壞吧 多一點的 你說到這樣 你說回美國空軍 最新的機司 46A Pegasus 767 767 767 最新有很多測試 我們說過之前 其中一個出事的問題 就是 鏡頭有死位 如果陽光射到某個位 有死角 看不到 遙光 駕駛員是瞄不到 加油員 插不到 插不下去 會插爆破機 插爆破機 插到座倉 糟糕 真是跳伸都不行 所以這次應該在交付 因為很多問題都解決了 拖了十年 拖了十年 拖了很久 因為波音始終是做光炸機器家 它的要求是高一點 是 大機器很強 還有Case Case 35好處 因為707的新 因為以前707很浪費油 Turbo 遮引擎 所以它的油箱是挺大的 機翼的油箱 所以它做加油機器其實不錯 反而Cintin是適合的 因為它本身油箱大 你感覺好像什麼 肥人就是剛剛唱 但現在707的機身 是大油箱 以前用極耗油的Turbo 遮引擎 但現在就換了一副CFN56 很省油的Turbo 遮引擎 所以它更加大油箱 可以加上機器 更好 現在K46的一半更好 因為它有幣體機 油箱更加大 所以這部KC46 它這次很過眼 它可以幫C5加油 C5沒有大部分 其實KC135也可以 不過你一劑就不夠 一劑就不夠 一劑就不夠 因為它相當不錯 如果你幫到C5加油 理論上你都差不多什麼機器都可以加到 因為C5應該是最食油的部 最食油最大部 你想想一下 那張照片看到 帶你整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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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的中碼 它是XL XXL 即是C17應該有大價 你還要C5 有網友說C51很少動嗎 C5很少 因為C5是戰略級的 即是戰略級的 所以理論上你有什麼需要 戰略級出動呢? 其實當時 波斯灣 那些大戰 TF39 F引擎太舊 其實很多機器都退役 即是放在艾桑拿州 現在轉了CF6 我之前也說過 CF6那些 不是很多升級組 我想是幾十部 實際上是在使用的 是 還有我們之前說過 C5到M C5M 接下來會做一些機頭 那些電腦全部會升級 其實現在全部都是C5M 因為舊的TF39 已經不能動 所以全部都可以做到C5M 所以全部都可以做到C5M 所以現在變成C5 更新之後 應該又多用很久 可以動的 全部都可以升級到C5M 不過真的 要用到C5的機會 就很低了 除非去打伊拉克 那些大型的戰爭 很少 所以主要會用C130 C17會比較多 另外我們要說一下 美國國防部宣布 雷神公司 拿到美國海軍和日本 海上捷衛隊合約 是 不多的 只有3600萬美金 很少 很少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看起來就不多 其實它是全線幫它改裝 一個 我們叫做CiWS 叫做近程防禦系統 那些叫做螺旋型飛彈 平時你還沒看到 那些槍都會射射的 這些是低科技的 再高科技一點 就是這隻 公羊飛彈 RAM 這隻東西 我們以前曾經在 我們很久年前 那時候我們還沒說過 我曾經做過 三重防禦 第一重防禦 就是海拔掌 第二重防禦就是公羊 最後一重防禦就是方陣快炮 但方陣快炮這些落後的東西 現在很少做 其實都沒什麼用 打海盜 打海盜 或者你覺得是最後的心理感覺 厲害就不厲害了 這次基本上是這樣的 美國海軍佔91% 日本海上自衛隊佔9% 一起買了零件、造裝、測試等 很多是升級 2021年6月就完成了 這個RAM飛彈 其實好沒有用呢 因為首先它會織子 旋轉去運動 彈體本身的平衡 不用加太多外置的翼 就寫上來是挺好用的 理論上很多船都可以裝 也不是只是航空母艦 理論上 如果你放在巡船艦 如果你放在護衛艦 你放在美國的 可能提空德洛加級也可以 你放在阿里巴加級也可以 所以其實你放上去用也挺好 而且反應時間也挺好的 即是它是自動的 自己有一個雷達 是separate的 去scan 有就自己射 所以基本上 人手的操控是很少的 即是半自動的 即是看到有目標 飛過來便會自己射 即是準備射 它的反應是會比方陣外跑 方陣外跑是會慢一點的 而且它是超音速的 超音速 它比較輕一點 至少彈頭大一點 攔截率高一點 而且它射出去之後 不用理它了 即是自動的 主要是反彈彈過來 它會用動能的感覺 幫你打爆它 可以的 它射得挺快的 而且理論上 因為它是全自動的 你不用給什麼order 都可以做到 它有什麼呢 有紅外線尋標 即是always stand by always stand by 所以是挺好的 這塊東西 應該是現在最先進的武器 即是在防御上 所以美國有其他國家 有其他國家嗎 主要是微塞 因為是雷神做的 它可以裝21支 是很多的 21支 我想打一般的反彈彈 可能你射10至15支 應該是九折 起碼是人手reload 人手reload 不,它應該是一飛 全部一飛 全部一飛 應該就之後 射完21飛之後 再裝填 應該都可以做到 在藍術上 可以做到 因為它不是那些 純直發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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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不到 但這個應該是可以做到的 聽說中和民國 他們有個叫做中科院 他們有個叫做海劍靈系統 同這個詞 但我那隻未見識過 所以我們都不敢說 這架東西 RAM是相當不錯的 好,這隻是這裡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毛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中文字幕提供